万万没想到在人均208万的那日 还有像张婉一这样的时辰人 2020年还是小透明的张婉一 因时明智在二手平台买纸件陀螺 加了卖家的联系方式后 对方翻了张婉一的朋友圈 发现他是个演员 就担心地问了一句 你不怕自己的私人信息泄露吗 谁知张婉一却回复道 都是人都是老百姓怕啥 不得不说 张婉一随意的就像是你身边的朋友 2021年张婉一生日当天开直播 当时只有200位粉丝在观看 看到有人给他捧场 张婉一高兴坏了 哇 这上面是人数吗 200 直到工作人员告诉他人数很少 他脸上才露出落寞的表情 多还是少 如今一位出演长相私报 张婉一外出都有保镖全程跟着打散 谁知他却发出灵魂拷问 一位粉丝在超话发帖子 说自己生病了感觉很无助 张婉一看到后 立马发去私信鼓励他 谁知过了两年后 张婉一竟还记得这件事 又向粉丝联系 询问身体恢复情况 其实这并不是张婉一在立人社 他实名上网从出道前就开始了 当时还没毕业的张婉一 因为参加文艺表演没有舞伴 于是实名在贴吧招聘舞伴 甚至连打游戏都用得自己真名 如今却为了粉丝们的要求 努力学习超话如何升级 这也难怪杨子吐槽他每天都在问为什么 不得不说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娱乐圈 张婉一的帅真可爱才显得很可贵 不敢想象 如果不是张婉一来出演苍玄 这个角色会被吐槽成什么样 在长相思的拍摄现场 杨子和邓维演对手戏 张婉一失落地站在一旁 明明一句台词都没有 但他脸上那种破碎感 差点一出屏幕 在导演喊咖后 张婉一还沉浸剧情走不出来 这泛红的眼眶和无声的感染力 谁说古偶剧不需要太多的演技 在拍摄那场高光虐杀的戏份时 由于剧情太过撕心裂肺 张婉一和杨子的原声台词 把横电两条街的电动车都震向了 别看张婉一演技如此优秀 但他却连个像样的经纪公司都没有 混迹娱乐圈不会炒作营销 如今能站稳脚跟全屏逆天演技 当初张婉一因为出演正剧觉醒年代 就被一些黑粉骂是资源卡 但他之所以能出演陈延年 是因为他长得黑 拍摄陈延年同志赴死的戏份时 大冬天穿着一件漏了洞的血衣 脚上带着20斤的镣铐 一个回眸看得全剧组的人泪流满面 也让观众发自内心认可了他饰演的陈延年 如今在长相思的三位男主里 张婉一的营销是最少的 明明是名义上的男一号 但网传他的片酬却是最少的 别人都是吃着角色的红利 只有他拿着苍玄这个封批的人设 用演技让大家去理解这个角色 让不讨喜的角色吃着自己演技的红利 好在张婉一最后成功了 网友们是这样说的 苍玄最大的优点是张婉一演的 这句话无疑是对他最好的认可 这个男人最近真的隐满了 上一秒还是只想搞事业的风批苍雪 下一秒就变成替裤子的憨憨成心结 这小子的戏路真是宽得可怕 别看张婉一如今成了当风流量小时 但他的出道之路可是非常堪 辛苦奋斗两年差点到赔上千万 2016年 还在美电上大三的张婉一签约了经纪人司 和郭碧婷陈亦涵成了妥事 随后公司为他安排了四部电视剧一部电影 其中就包括这部《嘎出天际》的美剧 五部作品张婉一只拿了25万个片权 或许是觉得路线不合适的张婉一提出了解决 经纪公司便张口要1250万个纹约金 最后在法院的实力下 张婉一付了包含律师费的60万费偿金 辛苦打工两年最后还倒贴35万 张婉一的演艺之路组是波测子 后来凭借陈延年遇见报告 张婉一的生活似乎没有一点点 因为对他来说演员只是一个人 你该穿个裤衩 出门你就穿裤衩 该穿脱老板脱老板 你要把自己永远当成一个明星的话 那你就永远在高高在上 接触不到这个事情的生活 比起娱乐圈那些不敢跟女搭档 生怕粉丝不满意的流量小生 过硬的实力才是张婉一最大的引起 毕竟她不需要媚粉而为之勇良 当被问到与杨子的相处时 张婉一自给行间都透露了欣赏 我觉得性格特别好 这种女孩的性格很轴一性 被问到想不想和杨子二代 张婉一也没有半点 不过分场戏评 也不会为了讨好粉丝刻意闭上 张婉一大大方方人也真的好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